吴燕妮新动作成为钻石联赛焦点 虽然倒数第一 但是仅比刘翔慢了0.28秒 能在一群黑人中竞技已经是突破 吴燕妮钻石联赛又受到巨大争议 首先是她创造了新的赛前动作 把热情奔放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精神面貌展现给世界 按照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没有成绩又不低调就叫嘚瑟 会受到村里的大爷大妈的指指点点 但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敢于表现自己 对于只看重结果的老中国体育观念 新理念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和推广是很重要的 从成绩来看 吴燕妮的13.15秒比刘翔的世界纪录12.87秒 只慢了0.28秒 虽然赛道差了10米 但是作为女生的成绩也是一种骄傲 吴燕妮赛前很有信心要跑进13秒 结果在一群黑人选手中压力太大了 能跑进该项目前20名才能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 吴燕妮黄皮肤站在赛场上已经是一种胜利 对于别人的批评不需要机会 用健保节目白老师的话说 你行李上 正可谓渡进他乡路人甲 偏能轻易与军逢